不是講給駭客聽的 而且我希望是比較年紀小的 那這一個演講可能會跟你們所想像的不太一樣 那你如果看題目或是看那個簡介 你可以把它忘記 因為真的是無關 完全無關 因為時間的壓力導致我必須先 丟一個題目出來 好 那 給各位一點時間移動 可以換別的場地 這邊會有蠻生硬的程式嘛 我先警告一下各位 非常深奧 OK 那我要開始 講這個題目就是在 Life of Corridor 如果你有看過 李安導演一個電影 就是 這個Life of Pi的話 那 你可能會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我在看那部電影的時候我就想 如果是一個城市人員 應該這樣講 如果我們把大海換成是一個 是一個銀河 是一個太空 那 把小船 當作是一個 星劍 那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 一個程序員在星劍上 然後在太空中漂流 聽起來有點莫名其妙 我會帶領各位登上星劍 去做一連串的這個 那個 透過蟲洞 去做一點串的漂流 蟲洞這個名詞 英文叫做 Wall hold 對不對 如果你有認真去查的話 那在 在這邊 我可以把 漏洞 bug 應該說 湊蟲bug 成是 這個 錯誤的地方 跟 後漏洞 把它連在一起講 OK 登上 新建企業號其實 不是這麼容易的 你必須要有一些 過人的技能 那 如果你是程序員的話 如果你曾經去面試一些公司的話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遇到一些 這個面試的時候問一些題目 比如說你會什麼東西 然後 你會沒有 你有沒有真的這個有誠實的能力 都會有一些題目去問 你要登上新建企業號也是 會有一些問題來問各位 那 接下來會有三個題目 三個問題 我希望各位可以 稍微配合一下 不要只有我才唱獨角戲 各位認真地看這個題目 然後仔細地回答這個問題 OK 喔對 我要聲明一下 就是 我接下來講 不管是講程序員這個名詞 或是講軟體工程師這個名詞 或者是講 程式設計師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第一個題目是這樣 就是 大家看畫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題目 它有ABC三個選項 請試著 理解這個題目 然後 選擇ABC一個答案 好 我相信各位應該是寫程式的啦 所以應該會看得懂這個簡單的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門在哪邊 OK 看完以後 想一個答案 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你也可以想一個答案 把它記在心裡 這第二題 那第二題比第一題稍微困難一點點 這個也是 面試的時候非常常考的題目 一樣 你想 你把程式編譯完放進你的大腦裡面去執行它 然後你最後 這個執行出一些結果 再把這個結果 Mapping到ABC 然後選擇一個答案 不要看我 看程式 你選擇完之後 我問一下好了 寫完沒 不是考試啦 OK 你會選擇A的 請舉手一下 OK 選擇B的呢 不要害羞好不好 不要害羞 輕鬆一點 這個演講 並不困難 只是程式碼看不懂而已 B也沒有 C的呢 C的也有 其他沒舉手是 不是程序員就對了 這題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我們來看下一題 最後一題 這題感覺又更複雜了 可能有陷阱 大家注意看一下 你把這些程式碼 編譯完一樣 放進你的腦袋去執行以後 請想想看 這個SUM這個變數 最後值會是多少 它是2500還是125 這題真的比較難一點 所以我給各位多一點點的時間 認真研究一下好不好 這跟你後面 聽不聽得懂 很有關係 它CPU應該蠻快的 應該可以 快速的算出這個 答案出來 有人現在才把Key印進去編譯嗎 不要作弊好嗎 OK 選A的有沒有 舉個手 選B的有嗎 A B都沒有人舉手 選C的咧 選C這裡 所以 A B都沒有人舉手 原因是因為 程式還在Key 好 把這答案 記在你的心裡 OK 我其實看過很多程序員 然後 這些程序員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是都蠻有趣的 都會有一些想法 他們都很喜歡 開發一些程式或軟體之後 覺得很有成就感 這讓我想到一件 笑話 這個笑話就是說 有一個物理學家 還有一個工程師 還有一個程序員 三個人 開車 從阿里山下來 看完日出從阿里山下來 結果不小心車子打花 往懸崖那邊掉落 結果幸運的是 幸運的是剛好被一個數字擋住 所以沒有跌到山谷 他們三個人驚魂未定 下了車之後 就在討論怎麼回事 物理學家就說了 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模型 來觀測 煞車的時候 煞車係數 跟車速的關聯 另外一個工程師就說 其實不用這麼麻煩 我車子後車廂有扳手 我們把車子拆開來看 就知道原因啦 程序員怎麼說 程序員說 我們應該找一個相同的車子 從山上再滑一次下來看看 我們都習慣 程序員都有一個問題 就習慣 我們需要 重現問題 如果軟體有一個bug 沒有人重現這個bug的話 程序員不會承認他是一個bug 我們來看個影片 請各位仔細看一下畫面 警察 請問 所以,市長,在口岶上河上,你真的拼了一個艦船 你是你驅使的艦船 對吧 非常好,馬上 我當然不清楚,你好嗎? 那就是,駕駛,駕駛 未來講,但有空放了 你先用空放的雨 OK 看完 相信在座應該都有看過這部影片 程序也應該都愛這部影片 大家看完以後會覺得 這跟題目有什麼關係 這表示你們沒有仔細的聽他們的對話 他們對話講了什麼東西呢 剛剛可能聲音太小沒有聽清楚 我再放一次給各位看 這次我用中文配音 正常我們已經可以進入趨速了 好 設定好 往星球的航線 好 準備好了 好 準備啟動 啟動 欸 沈偉這是怎麼回事啊 原來的程序員哪裡去了 程序員得情流感了 我來取代他的 你是程序員對吧 是的 我不確定到底怎麼回事 你是不是煞車沒放 我有放 你是不是沒有檢查煞車的返回值 好 準備好了 我們可以進入趨速了 因為各位是程序員 所以我再重現了這個現象給各位看 各位 我重現完應該知道怎麼回事了 好 新建企業號因為什麼原因 導致他沒辦法很順利的進入趨速 然後 因為這樣所以逃過了一劫 好 我們後面的影片才有辦法看下去 電影才有辦法看下去 我花了很多的這個精神 花了很多的時間 透過特殊的管道 我想要了解 為什麼趨速這個東西 在400年後的 Star Trek的時代 會產生這樣子的問題 好 那他們現在正在進入這個趨速 等一下會進入蟲洞 我們來探討這個問題 大家看一下這個程式嘛 這個是新建企業號 啟動趨速引擎的程式代碼 好不容易拿到的 大家仔細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他一開始會取得 新建企業號的這個 航行狀態 如果他是停止不動的狀態下 他會把煞車 固定的全部把它 釋放掉 釋放掉之後 包括脈衝引擎這些釋放掉之後 他才會真正進入趨速 從剛剛影片也告訴我們 這個 我要可能說啦 你是不是沒有檢查 這個煞車的傳回值 那原因是在於說 他並沒有檢查 煞車有沒有釋放成功 煞車有可能釋放失敗 所以失敗完 他在進入趨速引擎啟動的時候 就會造成失敗 那 看這個程式嘛 各位有沒有什麼感覺 你沒有感覺是正常的 如果你是一個程序員 然後你又是一個漏洞研究的專家 你看這個就會很有感覺 原因是因為 在2009年的時候 FREEBSD的 Long Time Library的這個程式碼 被爆出了一個弱點 你會發現 這個程式碼跟剛剛 趨速引擎啟動的程式碼 有非常高度的這個相似性 這問題出來哪裡 所以說 Long Time Library它必須要檢查 是不是有風險的環境變數 如果有的話 它必須把這些環境變數 去把它onset掉 把它取消掉 可是它並沒有檢查 是不是會取消失敗還是成功 它一律把它當作成功 所以攻擊者只要讓環境變數 onset的時候失敗 就可以bypass了這個檢查 造成系統提權 一般使用者就可以透過這個漏洞 成為root 這是程序員犯的錯誤 它沒有檢查傳回值 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了解了 說這是一個漏洞 我們先來看看 是不是在這個歷史上 還有其他的事件 除了新建7號的事件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呢 透過蟲洞 我帶領各位回到遠古的 1996 有人看過ID4這個電影嗎 舉手的話表示你不年輕 各位 我解釋一下ID4 這個是史上第一次 人類遭遇外星人入侵 大規模的入侵 那ID4從1996年入侵地球以來 佔據了世界各國 然後他們的U服呢 有強大的火力 這個是他轟炸白宮的這個巨罩 那 慘的是什麼 慘的是地球人沒辦法反抗它 原因是因為它擁有跟新建7號 一樣的防護罩 所以我們所有的這個核子武器 飛彈沒辦法傷害到它 但是各位知道 電影總要結束 是誰擊退了外星人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不知道 各位 對 是駭客幹的 駭客擊退了U服 你覺得說我是在鬼扯嗎 不是 我等一下有證明給你看 這個駭客很厲害 駭客呢寫了一個病毒 電腦病毒 然後入侵U服 然後找到防護罩的 零代 解除了防護罩 然後我們的飛機 大炮 盒子武器 才有辦法把U服摧毀 這個是證明 駭客寫了一個叫 Jerry Roger的這個病毒 各位 這是駭客史上的一大勝利 因為史上第一個可以寫 入侵外星人U服的電腦病毒 就是1990年寫的 然後他上傳這個病毒以後 他漏的這個病毒 然後執行 打兩行指令 U服的防護罩就解除了 這個是證明 所以不要說新建企業號 連外星人也有漏洞 好 好 1996年 這個外星人被我們地球人打跑了 打跑之後呢 其實他有留下一些東西 接下來我要講的這一段 是台灣學術網路的秘性 這個 沒有多少人可以聽過這一段故事 1997年 有一個叫Ghostfire的外星人 號稱來自台大電機的研究所 那 他給了兩個禮物 我有幸當時可以看到這兩個禮物 並利用這兩個禮物 那 一個是 BBS的遠端攻擊 的城市 一個是SedMail的 Local的提權的城市 BBS這個東西在台灣學術網路發展 算是一個 曾經有一段傳奇的輝煌 因為這可能需要一點年紀 因為是ID4時代的 我大概講述一下 BBS是一個電子布告欄 是非常古老的一個 Unis的一個系統 那 他後來在台灣學術網路被發揚光大 一堆人再去改進這個BBS 那SOP 陽光沙灘這個BBS 是從清大Mable的版本BBS改過來 改良過來 然後當時 SOP BBS的全盛時期 就是台灣學術網路的全盛時期 在90年代 三四百個BBS應該不為過 各大專業院校 甚至發展到後面 有一些公司 也是在做這個BBS 吸引大量人 直到現在 萎縮全世界只認得一個PTT 各位鄉民 我會講述這段歷史 就是在陽光沙灘 SOB那段時間 1997年的時候 這個漏洞 是外星人留給我們的 那 它可以利用這個漏洞 直接入侵到BBS的主機 它的原理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登錄BBS 如果你有架過BBS的話 如果 登錄BBS有兩個方式 上面那個方式 你透過Telenet 可以登錄到BBS的Demand 那在登錄的時候 那在登錄的時候 BBS裡面呢 其實它會依照 RFC931的Protocol 去要遠方 Telenet Colline它的身份 就是說 它假設你用Telenet 登錄進來 你是一個UNIS主機 那你就會有Login的帳號 所以它要你遠方的帳號名稱 那 如果你是走下面的程序 BBS啟動有兩個程序 你走下面的程序的話 Telenet會透過 INETD INETD會呼叫執行TelenetD TelenetD再呼叫執行Login 最後Login再去執行BBSRF 一樣可以進入BBS的世界 早期通常都會提供這兩種方式 即使PTT現在也提供這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直接Telenet 一個是你透過SSH Connect Login以後 再打BBS 是打什麼 忘了 再去做Login 所以它有兩種程序 OK 兩種程序都可以登錄 如果你走下面的這個程序 Telenet它在聯繫到INETD的時候 INETD它其實也會走RFC931的標準去走 另外一種方式是Telenet可以傳送環境變數 叫做RFC931的環境變數 只要把你的Local的身份放到這個環境變數 它就會一個一個的傳遞進去 一直傳到BBSRF 那有一個漏洞是Bubble Flow 在BBSRF裡面 處理RFC931環境變數的時候 會造成異味 那外星人Ghost of 5就是利用這個漏洞 入侵了好幾台很重要的BBS 很重要的BBS 當時我見到這種漏洞的時候 我簡直驚為天人 不可思議 居然有人想出這種鬼點子 所以它叫Ghost of 5 這個人後來不見了 消失了 我也在徵求說 如果有認得這個人的話 或是他本人的話 歡迎來跟我們聯絡 那 你會覺得說這個東西好像不怎麼樣 我多年之後 研究漏洞多年之後 我赫然發現 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在1994年的時候 有一個漏洞非常有名 它的CVE編號是1996開頭 原因是因為CVE在1996年才有 這個漏洞在CVE出現之前就有了 AIX它出現一個漏洞 在網路上搜尋 你可以看到這一段文 這一段這個網路上人家貼的文章 就是說它把這個漏洞告訴了一個 IBM的駐點工程師 因為AIX是IBM 那個駐點工程師說 不可能吧 我們美國政府花了這麼多錢 就是要買我最安全的作業系統啊 然後這個他就秀給他看 證實了這個問題 然後他說我曾經在這個 外面的公開場合 聽到IBM的發言人跟其他人講說 放心 這個入侵程序非常的複雜 到底有多複雜 就這麼一行 漏洞往往沒有被看中 沒有被看中 就不知道它的影響有多大 它不像現在的氣象 小小一場雨也必須講得很誇大 你已經才會去看中這個問題 除了這個漏洞之外 你會發現歷史會不斷地重演 在2007年的時候 上歐斯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Virability research 他提出來這個漏洞 他講了一個明言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個是上天賦予給我們的漏洞 你會發現他入侵的手法跟方式 跟1994年AX的幾乎怎樣 一模沒有兩樣 可是從1994年到2007年 經歷了多少年 各位可以寫個程式計算一下 經歷了非常多年 這個漏洞也得到當年的漏洞大賽 這個提名冠軍 太經典了 1994年的AX的問題重現 你可以看到他Tenner-L-FBIN 就可以入侵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他是這樣 Tenner這個東西 他可以傳遞 這次不是傳遞環境變數 他可以傳遞一些值 他會給IETD IETD一收到之後 他會把FBIN再傳給TennerD TennerD一收到之後 他會再執行LOGIN 可是在執行LOGIN的參數的時候 他把LOGIN的解析FBIN 他把它分成有一個DatchF這個參數 跟LOGIN名稱叫BIN LOGIN的程式設計者 在開發LOGIN的時候 他只要有DatchF這個參數 他就會Bypass認證 IETDTennerD不會了解LOGIN裡面 有一個DatchF這個參數 所以不是他們的錯 LOGIN他本來設計 他就可以除了LOG執行的 本地執行 他不一定要從遠端可以 才可以這個帶起來去執行 所以他有DatchF這個參數 也沒有錯 錯在整個連在一起的時候 就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你發現 程式人員在開發這個時候 每一個開發的他都沒有錯 而漏洞還是造成的 這一段是我給各位看 今天最困難的程式 如果你可以把它放在腦袋裡面編譯的話 真的是算你厲害 它的重點其實 這個漏洞的重點 是最上面的註解 所提到的問題 開發這段程式的是一個 Kernel Developer 這一段程式是Linux Kernel 提供出來的 那你會覺得看得好複雜 沒關係 我寫了一個簡單的版本 大家一看就知道 就是剛剛的問題3 這個程式是從剛剛那個Linux Kernel 簡化而來的 問題一樣 我剛剛問各位 A B C 三個選項 各位選哪一個 那A B都沒有人舉手 C有幾個人舉手 如果你是選A或選B的話 恭喜你 你就是造成這個漏洞 那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C對不對 為什麼 這個問題點在於說 我們習慣 這個在加的時候 都習慣認為說 每個值都是加什麼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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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加 所以一個for loop它會一直加1 那我如果要加4呢 就size of 某一個這個大小 那size of 算出來呢 這個在這邊題目 on side long 是4 4 byte 所以 I就加等於的話 4 程式人員在想寫的時候 他是這樣認為的 可是 CPU真正執行 confine o執行 居然不是這樣 它不是每一次加4 原因是在於 宣告 i的時候 它是一個point on side long的point 西圓 西圓在加這些值的時候 它會看你的形態的大小 你形態的大小 比如說你如果把它變成一個structure 的point 那它就會有不一樣的值出現 所以在這邊 它事實上 i加1等於是加4 你又把它i加等於size of on side long 就等於是加了4乘4 所以是每一次加16 程序人員真的很難提察這種問題 原因是因為我們有一些想法是很直覺的 我們不會想到說 你小小的問題就會造成 這個漏洞在linear kernel 可以被駭客用來提權 變成root 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今年爆出來的liners的漏洞 大家會覺得 怎麼都在講liners的漏洞 因為你沒有看我個人警戒 因為我就只有在看liners的漏洞 然後 也並不是說 liners漏洞是不是特別多 各位要想像一個情況 假如一個作業系統 它說我們這20年從來沒有出過一個漏洞 像是OS2這種 可是問題是有人在用它嗎 沒有人用的系統是最安全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用的系統 它就這麼不安全呢 我後面會探討這個問題 先來看這段程式 這段程式 它的重點其實在 這一行 U64宣告一個變數 然後等於這一個字 然後呢它就把它減1 888的 這一行其實完全沒有問題 這段程式嘛 你怎麼看都看不出漏洞 因為它沒有漏洞 它的問題是在另外一個函式 也就是說這兩個函式 它是有相互間的關聯 OK 它的問題點在這邊 一樣看第一行 INT Event ID等於這個 剛剛看的函式的宣告 它是U64 Aside64 這個是宣告成INT 寫程式太習慣了 所有的變數宣告一定先從INT開始宣告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用到INT 你也會宣告INT 或者是你不知道它把它宣告成什麼 你也把它宣告INT 這面臨的一樣的問題 它宣告成Interview 前面是Unsight 都是證數 這邊就宣告成Sight 它可以是負號 就產生一個問題了 這邊有一個檢查 Event ID的檢查 檢查大小 這問題在於說 這個已經不是宣告成Unsight 它是宣告成Sight 它是可以有證負號 可以有證負號 如果這個是一個負號子進來的時候 負號會不會大於它 永遠不會 所以這個Check就被怎樣 Bypass了 就被Bypass了 高明的駭客 它就把這個 臭蟲 Bug把它轉換成 攻擊程式 轉換成攻擊程式 OK 至於怎麼樣變成 這個單單一個正負號 就可以變成 Inners Kernel的提權 成功 這一個 有興趣可以私下再跟我聊一聊 這是一個 蠻不錯的這個case 這個漏洞呢 當天被patch的時候 就有人把攻擊程式丟出來了 在SD的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蠻客 叫SD 他在2011年的時候 他就說他把這個程式寫好了 直到2013年5月 有人發現了這個Bug 然後patch了這個Bug 蠻客就趕快把他的 動動程式丟出來 2010年到2013年 如果沒有人發現這個Bug 這個攻擊程式可以一直用到 用到很久 OK 你會發現程式員真的很可憐 他怎麼可能知道 單單一個宣告的問題 就會造成提權的漏洞呢 我們其實處在這個 資訊跟網路的時代 到處都有什麼 軟體在控制 你可以想想看 難道你的生命財產安全 都是交付到 會連一個side跟onside都搞不清楚的程式員身上 最後可能會鑰成一個大禍嗎 這個世界到底怎麼回事 難道我們真的只能信賴程式員出來的程式代碼 我們沒辦法知道說 你程式員可不可以在寫程式的時候 多用心一點 搞清楚這些問題嗎 它會造成漏洞耶 在Linux會提權 可是在其他 Linux放在其他系統的時候 會不會產生其他的問題 如果是醫生 他們在當病人之前 他們都要有一個宣言 那如果你是一個建築師 那你也必須要遵守一些安全的準則 那到底我們對程序員有沒有規範呢 在座的程序員 我請問各位 你們有讀過軟體工程的道德準則嗎 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你們打從寫程式開始 就只會寫程式 你們不知道你們寫程式的程式 可能造成一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嗎 真的有這個東西 軟體工程師的道德跟實踐準則 各位你猜猜 它原文有幾頁 沒有人看過所以不知道 它有非常多條 連我都沒辦法一一看 我相信沒有程序員 會一一拿來看 看了你也不可能去一一遵守 因為它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 它不是法律的層面 OK 我們假設一個件事情 假如這個所有的程序員 都遵守這個準則 而且所有的程序員 都有良好的 security的概念 就是說它絕對不會 故意寫出有問題的程式代碼 而且它都非常了解 一些漏洞造成的原因 它有受過這個安全程式碼的設計這些課 還得到認證 想像如果世界都是這樣 是不是就不會產生有問題的程式呢 這樣駭客就沒有飯吃了 在這邊我想像這個情境之後 我就得到了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我想 程序員都會遵守的一個道理 我把它稱為程序員的第一定律 叫做莫爾定律 也就是說 莫爾定律就是說 如果有好幾條路 可以到101 假設好幾條路可以到101 但是總會有人走錯路 他會走到哪裡 他會走到懸崖 就是解決一條一個事情的方法有很多 可是總有人走到錯誤的方法去 這叫程序員的第一定律 另外一個叫程序員的第二定律 他在講什麼呢 這個是很有名的人家 霍爾 他是快速排序法的發明人 他在這個計算機工程的領域上非常有名 他說啊 設計一個系統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非常簡單 簡單到看不出問題 另外一種呢 是把它設計到非常非常困難 困難到看不出什麼問題 絕大部分的系統是採用第二種方式 你會發現所有的系統都要設計得異常的複雜 直到你看不出問題 他同時還有提一個 就是他當年這個設計程序員的時候 導入怒我的概念 造成了數百萬美元的損失 你可以到今日你都可以發現 怒我的問題 程序怒我的問題造成了許多的漏洞 我們今天演講裡面 就其他人的演講裡面 也會談到這些漏洞的問題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程序員其實還有其他問題 除了遵守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之外 他還有一些實驗型的問題 我們稱為什麼 猴子實驗 有五隻猴子 你不要把它想像成程序員 有五隻猴子 它被關在一個房間 然後呢 準備一個香蕉 跟一個灑水的系統 只要有一隻猴子 跑去拿香蕉 這個灑水系統 就會灑到其他四個猴子身上 果不其然就有一隻 跑上去要拿香蕉了 結果拿香蕉的同時 就會灑水啦 另外四隻就灑水啦 另外四隻被灑水就很不爽 就把另外一隻拿去 去拿香蕉的猴子抓來怎樣 阿魯罷一下 痛扁一番 然後 久了之後 香蕉即使放在樓梯上 也沒有猴子去拿 接著他把其中一個猴子怎樣 換一個新來的猴子 新來的猴子一進來 看到香蕉怎樣 飛撲而上 搶香蕉 一搶香蕉 灑水系統又灑到另外四隻猴子身上 那個新來的猴子又被怎樣 阿魯罷 他以為阿魯罷是歡迎新人的儀式 結果他才發現原來不是 只要拿香蕉就會被阿魯罷 所以他怎樣 所以他也不拿香蕉了 然後我們就一直換這些猴子 一直把新的猴子 取代舊的猴子 到最後這五隻都是新猴子 可是沒有人敢去拿香蕉 程序員也是這樣 沒有程序員 會待在自己的工作 寫一個城市寫到牢 我們都會跳槽跟領執 也會出去賣雞排或爆肝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新的 新鮮的肝來取代我們 新鮮的肝進來 他在寫這些程式的時候 要嘛他很厲害 把程式全部改寫 受不了前人的全部改寫 要嘛就是他繼承前人的 他不知道為什麼要call這一段程式 反正call就對了 他也不會理解到 這個不管是作業系統還是這個電腦的成長 原來以前的已經跟現在已經不太一樣了 也不管這麼多 反正就是照做就對了 這是程序員會遵守的規則 我們漂流除了猴子 我們還有一個靈魂人物 叫理查帕克 他告訴了我們什麼事情 如果你有看Life of Pine 原來一個應該是老虎 他在動物園 他本來是在森林之王 非常兇 就被關在動物園之後 怎樣 管理員每天餵他吃羊腿 吃牛排 吃的很肥 都走不太動 有一天這動物園要關閉 要坐船去加拿大 在這個路上 就遇到暴風 最後跟一個小男孩 困在這個小船上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小男孩不怕這個老虎 老虎喪失了他原來的獸性 他甚至不會獵死 他吃魚還要小男孩餵他吃 抓魚給他吃 那是為什麼 程序員裡面其實 他都會有一種獸性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創意或靈感 如果我們給他過多的限制的時候 其實是會二叉他的創意 使他不敢寫什麼什麼特別的程式 如果各位有用 安全程式的一些工具 比如說這個call review的工具 他會告訴你說 程式嘛哪些有問題喔 所以你要怎樣 你要使用一些安全的寫法 在這個同時 雖然提供了安全上的建議 也有可能扼殺你程序員的一些靈感 而且再來 這會讓程序員 一般的程序員 會產生依賴感 也就是說 反正已經有後面在把關了 我程式可以怎樣 亂寫一通 後面再修 後面再去處理 你反而沒辦法養成一個真正 應該對程式的一個態度 安全的態度 我有一個朋友前陣子在路上摔傷 騎車騎一騎摔艙 掉到一個施工的馬路上 然後他堅持他很生氣 就堅持叫警察來處理 警察來到之後 就說欸什麼狀況啊 他說摔傷 那你有沒有看到施工中我們都有放標示啊 警告標示啊 然後這個我的朋友就說 拜託老兄 我是程序員欸 警察就說欸你是程序員 跟這個警告標示有什麼關係 程序員是不管警告的啊 不看warning的 我們只在乎error 你可以發現 這個人的職業是什麼 我想他應該是程序員 程序員的問題就在這邊 只要程式可以compile而過 勞勒我趕快下班 可以執行就好啦 剛剛的return address 沒有檢查return 剛剛的onside side的問題 全部都會有warning告訴我 反正忽略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古老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換燈泡 換燈泡究竟 是一個多困難的事情 各位在家有沒有換過燈泡 換燈泡這個事情 需要多少台灣人 才能換一個燈泡 如果一個燈泡換掉 台灣人回來換燈泡的話 首先 要成立一個 燈泡壞掉真相調查委員會 然後警察會來拉封鎖線 攤房就過來 開始賣香腸 然後立法院提完議算之後 我們會請日本 當作顧問 請德國製造換燈泡 叫SOP 再跟美國訂一個新的燈泡 然後呢 名嘴會在上面說 為什麼不使用統一排的燈泡 再來 總統 總統府會發一個喊 說 誰換燈泡 我們就可以表揚跟它握手 所以最後沒有人換燈泡 對於軟體而言 換燈泡有多少個程式 程序員 一樣沒有 因為 程序員會說 燈泡壞掉這件事情 是我們軟體的一個 feature 並不是bug 各位 如果你寫程式 你根本不知道你寫的程式 會不會造成一些漏洞 這些軟體公司非常厲害 兩大招來拆解 第一個叫做 法律的免責聲明 你用的所有的這個軟體 在你電腦上跑的 造成任何損失 但是 軟體的錯誤造成任何問題 都與本軟體無關 這是你個人的問題 這叫免責聲明 另外一招 就是說 這個不是bug 這個是feature 我們提供免費的feature 就是兩大招 在 沙漠風暴行動的時候 有一個著名的愛國者飛彈 他因為沒有攔截到 飛毛腿飛彈 造成美軍28人上升 飛毛腿飛彈發過來的時候 這個愛國者飛彈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打過來 他都沒有上框去攔截 然後去調查這個原因 我們才發現 愛國者飛彈在他的手冊上 說這個飛彈每72小時 要重開記憶詞 各位有沒有覺得 跟某個作業行動很像 這原因是在於說 他們在收集Sensor 各資料進來的時候 跟時間是有關聯的 可是儲存時間的欄位 他是怎樣 不夠的 也就是說 超過某一段時間以後 他的欄位 就會被四捨五入 可是他沒有這麼精準 到小數第幾位 可能只有小數的別人 譬如說五位或十位 可是他可能要精準到二十位 他的誤差才會這樣 才會縮小 但是因為他是 六年代設計的 當時沒有考慮這麼多 所以造成的時間 會造成他的誤差 最後飛彈飛彈發過來的時候 他就不會生空 然後 維護的人員 他們有受訊 有看手冊 可是他們不了解 為什麼每72小時 要領不得 放在那邊好好的啊 所以當時已經超過100個小時 沒有重開記憶 OK 最後 我要講一個故事 正在說明 程序員真的很可憐 老闆都會押葬 跟你說 去幫我寫一個程式 老闆是動嘴寫程式的 程序員就把他扣定 老闆就說 你幫我寫一個程式 老闆心裡想 你寫出來的程式 應該長得這副德行 我要的結果應該是這樣 可是程序員聽了以後 他有許多問題 第一他要符合 剛剛的程序員第一定律 跟程序員第二定律 所以他有可能怎樣 寫錯 他有可能聽錯 他有可能心情不好 甚至他有可能鍵盤敲錯 把敲 覺得把它敲成I 這最後兩個執行的結果 雖然兩個程式 看起來很像 執行結果卻是怎樣 就不一樣 就造成了Bug 說實在話 不是老闆講的話會怎樣 如果換一個身份 是你老婆 你女朋友 下了一個指令 說怎樣怎樣怎樣 程序員很忙的 他總會有聽錯 不小心 不小心執行錯誤 的問題 甚至忽略警告的問題 所以 剛剛程序碼跟這邊的程序碼 其實是幾乎一樣的 換一個人 以後 他的變數名稱 韓式名稱變不一樣了 可是程序員還是錯誤的 那這到底 引發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老婆說啊 下班後買十個包子回來 如果看到賣西瓜的就買一個 老公說好 然後最後 欸 為什麼只有一個包子 因為老公說 欸 因為我看到一個賣西瓜的 OK 我演講就在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